你 情葬 就是和男人睡个觉吗 有什么好怕的 别开灯 我我不习惯 你 你怕我 我 我只是第一次 有点紧重 你少求你我先给我爸安排手术吧 以后我一定会凑齐的 我一定会凑齐 请你小姐 你们欠医院的医药费都现在还没有 搅齐了医院不是做慈善的 想要做手术先把手术费凑齐了 医生我求你了 田小姐 你是 还是个厨吗 什么意思 回答我的问题 你 还是个厨吗 我就算是 又关你中事了 是 当然最好 听着 只要你乖乖的帮我做一件事情 你爸爸的医药费 我出了 收了 不要死 上去吧 记着 不要开灯 不要让他看到你的脸 不要向他透露任何关于你的信息 更不要 起任何不该有的心思 否则 想象你还躺在医院里的父亲 你会觉得 你也不请 你回想 你回想 你转向我的心 你走 很多种的 你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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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小心点 傅妍就在隔壁 你是想让她听见了吗 我的丈夫就在我的隔壁 谁是别的女人 你想我怎么能讲 还不是你自己创的话 你要不然去回婚 染上那不甘不惊的病 我何至于如此悲 你以为我想吗 傅妍刚和我李婉诚 就跑去国外出差 我实在是太痛苦 所以才一生糊涂 要是知道傅妍还活着 我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她的事 等了吧 你什么德行 我这个当妈都不清楚你 分钱就玩得换 一听傅妍出事了 什么就管不了自己 妈 要不你去和傅妍说一说 我是生病了 身体虚弱才不能跟她亲近的 不行 万一傅妍起了疑心 去调查你得了什么病 傅家全是掏地 我们全家都要跟着你 哎 你也不想 你锦衣一时的日子会约一旦的 哎呀 你朗老实实直立 至于那个女人你要是看不顺眼 好 这偷偷的料理也就是了 快点电话吧 嗯 嗯 喂 姐姐 过了 我去隔壁写 快过去吧啊 等一下我会派人把你送回去 记住 你挤你的酒吧 真快醒 嗯 嗯 我走了 睡了 我来 我来 为什么这么看着呢 你白天的样子 跟晚上反差也挺大 为什么这么看着呢 你白天的样子 跟晚上反差也挺大 为什么这么说啊 没什么 想想 都没什么 吻 我来 什么时候 我们能不能 过的 你们刚才 起来 副氏集团的最终面试 请你准备好相关的入职材料 下周一来公司报道 好的好的 我一定准时到 副氏集团 我居然通过了副氏集团的面试 不愧是想遇全球的国际大公司 连走廊都这么霸气侧楼 哪里来的图包呢 公司是真恶 怎么谁让人都找啊 哪来得起来 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乌鸦嘴呢 没事吧 对 又别坐地上 又送公司行叫 傅总怎么了 他的声音 怎么好像没能听过 哎 对了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小秘书吧 跳 請請請秦桑 我叫秦桑 對秦桑 你是要去密出辦報道的嗎 跟我們一起去啊走啊 對對不起 我叫秦桑 副總這幾天看著氣色不錯呀 神經濟爽的 這剛當上新郎就是不一樣 夫人這幾天 累壞了 不說話沒人把你當演 哎等等我呀 是你 這是我的位置 你挪一下唄 剛來的土包子 真好渴了 去給我泡杯咖啡酒 你自己沒收啊 知道我是誰嗎 敢用這種語氣跟我說話 所以你哪位 聽好了 我可是總裁夫人的親表妹 原來是裙袋關係啊 愣你幹嘛 不趕緊去 信不信我讓副總萬一吵了 這新來的妹子好漂亮呀 還很清純 瞎呀 哪漂亮了 剛來就刻 這是晦氣的送信 你幹嘛 你幹嘛 裝什麼 剛才在樓下我可是看到 你故意往副總懷裡裝 不就是想勾引男人嗎 副總剛結婚不久 肯定對你沒興趣 不如跟我 哈哈哈哈 原來你喜歡這種呀 你 我都比你臉了是吧 我住手 哈哈 林總主 這個賤人剛才勾引我 被我義正言辭拒絕後 還惱羞成怒打人 他啊 歸你 對呀 哈哈哈 您不能以貌取人啊 而且 我媽還說了 其實 我長得也挺帥的 哈哈 那你媽倒是挺愛你啊 我可以做這 林總主 我剛剛親眼看到秦桑 在李群身上蹭來蹭去的 騷得不得了 是被李群推開之後 才翻臉打人的 胡扯 不是打他 但是是他先侵犯的我 你怎麼還撒謊呢 我都親眼看到了 哎你說說你 就算再怎麼積客難耐 也要分一下場合吧 這可是公司 想不到 你看這挺單純的 私底下做飯 怎麼能去這麼放盪啊 再人來人往的茶水間 這是有多著急 你想到啊 長得挺純的 私底下玩的挺花呀 連李群這樣都能看得上 誰 你說 要是我勾勾手指 他會不像甜狗一樣舔下來 哈哈哈哈 真不害臊 公司的景象呀 全部給他給丟我 為什麼副總 我面對你 我們在這里 你可能是一枚 你會不會像鎖434 你會不會像鎖4251 他會不會像鎖4251 你會像鎖42012 如果像鎖4252 那是被人鎖4251 你大概是1 weil你也會像鎖4251 你 滾 哎副總他想跑 哎副總他想跑你 誰要跑啊 我又沒做錯什麼事情 就錯 你的意思是你空口白牙都不信我 就對了哎我不是那個意思 捏手了啊 姐夫 你不記得我了 副總 這是夫人的表妹 你怎麼回事 做錯了事就道歉 道歉不用我教你吧 秦桑 剛剛大概是我看錯了 對不起啊 不過你要反思一下 那為什麼李群不占別人拼命 就占你的呢 你們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哈哈 沒味啊 明明就有一股噁臭味 你說你一個女孩子 怎麼這麼濃的爹味 你反思一下吧 小姑娘皮挺大的 但他膚色那麼緊張 不太合適了 你也在那裡是吧 哎 正好斯州有個開發想 別別別爹 您是我親爹 我做了不行嗎 你又知道我的姐姐 是你 姐我跟你说 有个绿茶表像勾引姐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那个绿茶表 叫秦桑 你说他叫什么 妈 你刚才也听到了 那个秦桑 果然是個心機表 晚上是我的老公 本天還敢去公司勾引他 他又不知道傅妍就是那晚的男人 眼神太多了 可是陳柔剛剛說陳柔說什麼就是什麼 你也動自己的那個腦子 別人挑出兩個就傷了 不過他在素食 他們做事的不定是賬 那你讓傅妍發現什麼破綻 得想個辦法讓他聽傅妍是鬼蛋 把這些文件整理完我要急用 記住今天做不完不許下班 這又不是我的活 我說是你的活就是你的活 怎麼你要跟我到副總那掰吃清楚嗎 那你可想好了 副總可是我的親姐夫 就算我犯錯了他也會包庇我 而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這該服的群對關係 還敢跟我鬥 你不掂量一下自己幾斤幾零 一定要把這個朋友 記得我要開 這個朋友 我來把這些東西都沒想到 我來認識我的 啊 我來認識我的 我來認識我的 你要是說不看 我去找他 我去找你 我去找他 我來認識的 我來認識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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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你的 我來認識我的 是不是笑着你忘了 干嘛哦我过来就是想问了 怎么突然停电了 我怎么知道自己找无意问一下 我去问问无意 哎啊 你是不是故意亮下我 哈哈哈没有 副总的哪有啊 你想多了啊 真的 当然是 我手串没了 就是他 就是他 这可是我爸给我同龄隐四球的大事 可灵了 分件明显 有些东西就是无法用科学解释 我都不相信 一如我的乌鸦嘴 阿妍 今晚要回来吗 马上就回家 我想走了 你也早点下班 好的 副总愿去 妈 傅妍要回来了 我给提上打电话 怎么办 你先赴富岩聊会天 正好培养一下浮行感情 developments 我繼續給情商打電話去吧 阿妍你回來了 那個吃晚飯了嗎 在公司吃嗎你呢啊 我也吃過了 不過我現在肚子又有點餓了 剛好王媽燉了甜品 要不你再陪我吃點 王媽幫我跟阿妍抽兩碗甜品過來 好的 小姐嗯修好了 有什麼問題隨著給我打電話 好的辛苦了 喂哎呀我的天爺 怎麼上爹電話呢 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公司呢有什麼事嗎 你馬上下樓在門口等著 我派人過去接你你要幹嘛 你說呢 說過只需要一次我們之間就贏禍兩氣 贏禍兩氣 清桑 你該不會天真地以為 你的一夜 真的這麼值錢吧 你想爽不賴 我就是爽不賴 怎麼了 如果你爸爸知道他的女兒 為了救他 不惜尾身於一個陌生男人 你說 他剛做完小事的心上 能不能承受得住這種打擊啊 咋為什麼 見無回頭路 清桑 你沒有放過 嘶 你沒有放過 在幹嘛 哼 果然是有金主的 劍 水性文化 還跟我裝什麼癥結練 不是餓了嗎怎麼不吃啊 最近天太熱 可能有點中暑了 沒有什麼胃口 要不要請家庭醫生過來看看啊不用 啊我的意思是 這會兒已經好的差不多了 就不勞家庭醫生 大言你要去哪裡了 我要最失望出一點事情 好那我先去洗澡 借人之前死哪去了 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沒看見 我看你分明就是拿了錢不想辦事 你知不知道我剛問了葉副副業月兒 把你臭脾氣收一收 時間不多了 讓他趕緊去準備一次 今晚再吵什麼事 饒不了你 快點 我先去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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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先進廣泡 如果是 dream is more than friends i can't know how long and small dollars like a pregnancy show me now that I can't and small dollars like a pregnancy 老公你醒了 怎么了 没 真的有人白天跟晚上差距这么大 你怎么回事 副总陆总做的航班提前落地了 我先把它安置在酒店了 你好好招待他我妈就等 你要出门了吗 见个转口 吃个早餐再走吧 我特地让王妈给你做的你爱吃的点心 我就知道他是个星期标 这是你的什么意义 没错 是我的 好好的手串怎么那么巧 不知道 这到底是你的不意 还是 别出心裁呢 你要是不满意可以换人 哈哈哈哈 七小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劝你 还是把你的那点小心思给我烧起来 谢谢你的父亲 你就只会拿我爸威胁我 招式不在心 管用就行 对了 按在傅室的工作也辞了吧 我为什么要辞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让你辞 你就辞 不辞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辞 还有女士 每个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 再逼我 我今天就去告诉那个男人 我 其实是一个替身 看到大家都玩玩 你 我做什么事 姑母 你找我什么事啊 柔柔啊 帮姑母一件事呗 对 做那个情商 嗯 到時候啊 姑母啊好好犒勞你啊 哼哼好回見啊 摔摔摔個大馬塔 讓你進就不吃吃法球 讓你喜歡微信 你把這杯咖啡給副總送過去 你自己怎麼不說 我就是喜歡使喚你 猛了 哪來那麼多廢話趕緊的 等一下看你怎麼收拾 收拾 沒放住 秦桑啊 你有什麼事嗎 副總的咖啡好了 放著吧 那我就先走了 哎等等 你去看一下副總好了沒有 客戶還在等著呢 他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這麼久沒完蛋了 超好 我怎麼會這樣 然後也是 我已經在不等你 我沒有放過 我又沒碰到 我還沒有碰到 你是不是很棒 你是不是很棒 我喜歡啊 你不聽過 你很棒 你不是不用碰到 是是林總林總住 讓我問您好了沒 你不你不 哦 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朋友 秦桑剛才跑出去的時候小臉紅瀑布的 跟賀磊整瓶八二年拉飛死的 你挑釁人家小姑娘啊 如果沒記錯的話就是考驗是我 我一個勤勤懇懇的打工人 每天在公司被當牛屎 都總不會這麼小氣 連杯咖啡都不甩的吧 別騙了走吧 啊行 有點不妙 不行我忍不住了啊 你不是吃碗什麼東西啊 我能吃什麼東西啊 不是就喝了杯咖啡嗎 咖啡 秦桑 咖啡 秦桑 你快過來 你咖啡咖啡 你咖啡啊 秦桑 你到底往咖啡裡放了什麼 我人都要拉煤了 咖啡 我沒放什麼 我沒放什麼 副總 我剛才親眼看到秦桑在茶水間沖咖啡 還鬼鬼祟祟往裡面倒了一包東西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糖 現在看到林總住這樣 那恐怕 放的根本就是蟹藥 你胡說什麼呢 咖啡明明是你沖的 秦桑 你這理由找的也太拙劣了吧 那要是我沖的咖啡 為什麼是你端過去的呢 是你讓我端的呀 好笑 我又不是沒手 幹嘛要你帶牢啊 副總 他一定是見恨上次您偏淡我 刺激報復 這種牙刺逼報的員工也太可怕了吧 還敢對您下手 趕緊讓他從公司滾蛋 怎麼知道是給副總的 什麼 你說咖啡是我泡的 也是我端進去的 那你怎麼知道是給副總的 別忘了現在喝咖啡的可是林總柱 出事的也是林總柱 我就是猜的 小姑娘 我都跟你說過多少次了 不要往茶水間的凸水口扔垃圾 會堵的 你怎麼聽不懂人話呢 誰亂扔垃圾了 我剛才都親眼看見了 這幫沒出完的減肥茶 就是你扔到凸水口的 不過 這個牌子的減肥茶很猛的 上次我家的苦思喝完 拉了整整一天 你還配著咖啡喝 當心把你給搞虛脫了 姐夫 我不知道什麼減肥茶 你別聽他亂說 事實剩餘雄辯 陳柔 你連副總都敢下手 真是太可怕了 別容住 把他都弄走了 我不想再在這次門楼看到 好 陳柔 你居心那麼暴動 以後就從基層員工做起 什麼 姐夫 趕緊走趕緊走 沒讓你離遲 行副總網看一面 別給臉不要臉我滾 副總 你看我現在這個樣子 恐怕不能陪你再去見陸總了 要不 再找個人陪你去 知道了 我 你要愣著幹什麼 趕緊收拾東西跟上去 啊 哎小姑娘小姑娘 剛才 我是不是闖禍了 沒有 阿姨 你做得很好 謝謝你 不好意思 跟路上出了點小意外 讓你就到 副總 貴人四度 日理萬奇嘛 一直想不起我 也是很正常的 陸總 我們副總特別重視和您的合作 真的不是故意的 剛剛在路上他還在說呢 說到了一定要自罰三杯 向陸總您賠個不是呢 真的 哈哈哈哈陸總 對我自罰三杯 哈哈哈哈哈哈 可惡乖 你喜歡我風頭人家爽 快點給你台車一 伯爺 上車 哇 竟然有炒君子 看來 人家喜歡吃君子了 我也 再多上兩盤炒君子 陸總 我最喜歡吃炒君子了 您真是和傳說中的一樣 英俊瀟灑 風流倜傍 令人如沐春風 君月晨 陸總 要不是在副總那上班 我真想來給您打過 哈哈哈哈 我可不敢給副總搶人呢 哈哈哈哈 你們吃飯吧 嗯 好好 副總 那就預盡 我們合作愉快了 合作愉快 副總再見 副总你怎么了 喂的 喂 会是刚刚那三杯酒吧 副总不知道你胃不好 您带药了吗 你说呢 哦刚刚我们来的路上 我看到楼下有一家药店 我去给您买您歇会啊 我马上 我这是穿越了吗 这是 我干到哪来了 秦桑 总算让我逮动 啊 好大的鸭鸭哦 谁是鸭呀 哈哈哈 哈哈哈 燕燕 药店在哪你知道吗 喝醉了 药店吗 嗯 我当然知道该怎么走了 真的 走 走 我带你去 嗯 这叫我生长药去了吧 怎么办 我愿意去 要电脑 我没看到要电在哪呀 金桑 你个贱人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丢了换换 现在不还是落到了我的手 今晚我倒要看看 你还走啊 跟我正真接力 喂 你你你你就是魔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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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告訴你了不要過來不要過來 那你說我被跑原來蛤蟆了 你怎麼還要來找我 能要呼呼的 行死 穿援箭 行行慢吧來啊 啊 我的眼睛 哎哎秦桑 嗯 哎呀 哈哈哈 別過來啊 死丫頭 我剛剛跑到哪裡去了 我可怕找到你了 為什麼感覺這麼熟悉 雅雅 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啊 我好暈啊 又好疼啊 哎我 啊 啊 秦桑 趕緊給我下去 嗯長刀好好看哦 你是王子嗎 我是你 是也沒有 我現在不喜歡王子了 我現在喜歡一米八 有八塊褲子都塗了 你能騙嗎 我騙你 秦桑 你喝多了 不對你沒喝酒了 你別在這跟我裝瘋賣上來 趕緊給我下去 你幹嘛這麼熟我嗎 我 你別吐啊秦桑 你把嘴給我閉上 你要吐了今天就死 哎 啊 這是哪 傅言 啊 這是做夢還是真的 坐地上干嘛 地上凉快 副总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要是回去晚了 我爸会担心的 我就先走了 等会 再让我发现你吃君子 更不安静 再让我发现你吃君子 没什么 自己的节奏的画面 嗯 这 这是我秃的 你知道强忍着胃痛 洗尸击变组什么感觉 对不起 我这件西服手工定制的 价值100万 被你这么一糟蹋就废了 所以 你是要赔给我吗 这 100万 副总 我跟您发誓 我再也不吃君子了 如果违背此约 我 我就一辈子发不了财 就是 副总 您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 像您这样的人 怎么会知道 这种誓言对于我们小人物来说 有多恶毒呢 尤其我还是个乌鸦嘴 百说百灵呀 抢你脸出去吧 滚 谢谢副总 副总你好好休息 副总再见 我 不算 对不起对不起 你对人小朋友做什么了 我急活了他就跑出去吧 没什么 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呢 明明因为副泄计医院的是我 你们 不是去签合同去了 什么把自己干医院来的 喝点酒 我记得 你现在是不是谈了一个女朋友 是啊 怎么了 那 没没没没 你抱现任跟抱前任 感觉是一样的 那 你抱现任跟抱前任 感觉是一样的 你 你说的是什么火狼之词 没好量不算 副总 我这个人 你叫专庭 我现在女朋友 就是我的初恋 自始至终 我就冒过这么一个女朋友 所以你的问题 我还真回答不了你 那没你什么事 你可以滚吧 喂 谢莫杀里约没你这么快吗 你怎么在这儿 李群 啊 李群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用过来啊 啊 记起来了 你就是那只讨厌的癞蛤蟆 没错吧 看来你把我骗到那个地方 也是打算图谋不轨啊 我已经知道错了 姑奶奶 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 你就饶了我吧 啊 行吧 那我就大人有大量饶你这一次 啊 啊 他怎么在这里 肯定是刚从姐夫的病房里出来 姐我都跟你说了 他就是个绿茶表 如果你把事情做好 我保证让你重新回到秘书吧 姐 你放心 这次 我一定要让秦桑翻不了身 桑桑呀 跟你小崔阿姨 聊天聊到农情处 手机完蛋了 你手机借我用一下了 啊 哎呦桑桑啊 我想你小崔阿姨想的睡不着觉 我鼠羊 羊都变成了他的样子 我今天要是表白不成功呀 哎我就不慌了 那我 专业钱钱给你 小 小崔为了你 我变成了狼人 没有 为了你 我染上书 我想对你说 什么 走了 我活的汤 哎呦为了小崔我的事却难不倒 怎么能这样的好好看哦 你是男子吗 我是你 你是也没有 我现在不喜欢王子了 我现在喜欢一米八 有八块腹肌的提升 你也吗 秦桑不就是吃了点君子吗 怎么颠成那个样子 他不会觉得我趁机砍擦油吧 啊 副总今晚的事纯属一类 我先起干多了 行不行万一他没当诊 我这么发出去 倒想到我次做多情了 算了吧 副总早需要给您泡杯咖啡吗 不用 用谁啊 我吗 你来吧 算了 算了是你来吧 这怎么了 不早你的咖啡好了 那个秦桑啊 其实我已经结婚了 我知道啊 我知道 你知道你 算了 这位 啊 来啊 给我 都在里面 一阵阿 赶紧乱 我也想起来呀 头发挂住了 你积�的吗你 怎么可能 哎别扯 疼死了呀 你说我朋友啊 真的很疼 哈哈 在这干嘛呢 別動玩就好 那你往輕點玩了 臭頭啊 看來我來的不是時候 哎你來這時候快過來啊 你 早上我也加入這 不太好吧 林總柱你在說什麼呀 沒看見我被鼠田林的掛住了嗎 快點來幫忙呀快過來 好 好 好輕點慢慢哎好嘞 我的頭髮 哈哈 不好意思啊我剛才還以為你們倆在 腦子想什麼呢是吧 不知道我已經結婚了 哦也是 剛才吃瓜的心情 一死戰勝了道德的體系 忘記你冰婚了 哈哈 求職啊 啊什麼 喂 好 知道了 副董 程董到了 他說把孩子也帶來了 你下次接一下他 安排人照顧一下照顧 行 但是今天你還沒告訴你 你再問一下 我找到你 你跟他那一隻 回家 你去玩吃嗎 你去玩把我 他的家 ein 打算 你去玩物嗎 我去玩物嗎 我去玩物嗎 你去玩物嗎 我去玩物嗎 那是你呢 兩盒寶 樂樂你想吃點什麼嗎 不吃啊那你想不想喝點什麼 小屁號還挺傲嬌 你想玩啊 那我教你 來 是不是就打到了 你試試 用這個打捏石頭 你幹嘛 這話應該我問你才對 你幹嘛 怪你屁事 鬼鬼祟祟 肯定有問題 謝謝 剛才說的我會好好考慮一下 這兩天一定會給你一個確切的打字 那就靜候成總加嚴 樂樂來的開心嗎 你對我們家樂樂做了什麼啊 我 副言我信任你才把孩子交給你們堪顧 結果就這麼一會兒的功夫 你的員工就傷害了我的樂樂 七嫂這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副總 我發誓我沒有傷害樂樂 樂樂 告訴姐姐是誰傷害的你 我滾開 你都是吃定了我家樂樂不會告光什麼 證據都擺在眼前了你還想抵賴 副總 原來這就是你所說的誠意啊 那還真是煩讓人溫違 程總 你先等一下 我十分理解您憤怒的心情 就算因此拒絕跟我們合作 我們也無話可說 但秦桑 絕對不是那種傷害傷害 到底怎麼回事 今天我一定跟你 給你一個交代 鐵總 你今天一直跟樂樂待在一起 我知道是誰 陳柔 一定是他 我手叫上來 請 副總 你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秦桑說在這層看見你 來這幹什麼 我就是東西拉這了上來拿呀 你到底是來拿東西的 還是來傷害樂樂的 樂樂是誰啊 你不認識他為什麼要傷害他 秦桑 我知道我們之間有一些不愉快 副總都為了你 把我給到行政部了 求求你了 別再落井下石 八王死的理睬了 我一直以為副總是個聰明 原來 我難過 不讓呀 我跟秦桑沒有什麼 別聽你 可我說的是事實 我不關心你們之間的關係 既然副總說了要給我一個交代 還請不要有太重的私心 我知道怎麼找出傷害樂樂的凶手 我知道怎麼找出傷害樂樂的凶手 樂樂 對於傷害過我們的人 我們是不是一定不能讓他逍遙法外 想幹什麼 離我家樂樂遠點 樂樂 姐姐剛剛是不是教你玩的憤怒的小鳥 誰是傷害你的壞人 我們就拿這個球 瞄準他 然後打他 大壞蛋 情人真是你傷害了我家樂樂 我沒有 姐夫 我真的沒有碰過他 他有個自閉眼的話 你們怎麼能相信呢 你不是不認識樂樂 你怎麼知道他有自閉症 我 樂樂跟你無冤無仇 你為什麼要傷害他 對 你目的是什麼 我 因為姐 小榮 如果事情敗漏 你應該不會充滿我的臉 畢竟你們成家 一直都是仰仗我們人家 才活得這麼滋潤的 不是嗎 因為我記憨情桑 想借程董的手 我再趕出公司 你就為了陷害我 就傷害一個孩子 你還是人嗎 自己把你離職手去 至於程董後續追不追究 好多維持了 姐夫 趕緊走吧 滾 抱歉程董 是我沒有管理好運 才導致樂樂受了傷害 我願意無條件補償你 算了 看在你們已經盡心盡力的 幫我找出罪魁或是魂魂的手 就不會 至於那個項目嗎 我會再好好考慮一下 程董慢走 哎 總算是有驚慌 清桑 你咳膊怎麼了 清桑 你咳膊怎麼了 哦沒什麼事 可能剛剛程董推的那一下 不小心磕到了 我晚上回去擦點藥酒就好了 我想起來 我那裡有藥酒 跟我來一下 謝謝林總主 放哪兒了 放那麼多東西到我這兒都 我想放 啊謝謝林總主 你先擦吧 嗯 你先上我的會議總 今年公司營州一共 哎 注意啊啊 我說味太大了 哦 不好意思 胡總 我這就出去 姐 我被開除了 好端端的 怎麼被開除了 你又把事情辦好了 真是個廢物 這怎麼能全怪我呢 還不是因為姐夫 一個勁的護著那個秦桑 姐 你可得有點危機意識了 姐夫現在護她跟心肝寶貝似的 今天能為了她把我開除 明天就能為了她跟你離婚 秦桑 秦桑 你不讓我好過 你也別想好過 啊 啊 小姐還是太善良 是詛咒你長一個月的鬥鬥 要是再做藥 我就把技術的小本本就寫美 秦桑 又是這個秦桑 我就知道這個賤人不安好心 他肯定對父太的這位置置於已久了 阿妍 你今晚要回來嗎 好 那我在家等你 夫人先生是要回來嗎 那我通知秦桑讓他準備一下 不用找他 夫人 我的丈夫 不用老叫他 他不會是故意在那兒等我的吧 這個點怎麼還不走 副總以後不是必須當天完成的工作 就不要加班 要不然別人還以為我客客員工 早點回去吧 呃還有 記住我今天說的話 什麼話 結婚了 他這是在炫耀嗎 這就這麼好炫耀的 我又不是結婚了嗎 哎 我給你小崔阿姨 聊天聊到農情處 手機完了 你手機借我用一下吧 你可真是我親爹呀 有你這麼坑女兒的嗎 怪不得 副總今天對我態度這麼奇怪 我剛昨天拿我的手機去用了 這條消息是他發的 他發錯人了 我發誓 我對你沒有半股的 我對你沒有半股的黑分之小 真的 是真的 嗯 私底部 我這樣說 他應該不會再誤會我了吧 你還給我嗎 你還給我什麼 你瘋了嗎 我現在很清醒 我的丈夫 我不會再讓那個女人吃 然後 順便帶著我們一家 全部給你賠償是嗎 可是我的病已經治得差不多了 而且這個寶碩是會有事的 不行 這個心我們冒不及 可是媽 今晚我並沒有通知情緒 婦姨已經在裡面洗澡了 你不讓我進去 我怎麼跟她交代啊 你跟我來 你為什麼在這裡啊 這個要問你媽 還有 別以為我多想來這個鬼地方 你要是實在割影 我很樂意不來 什麼 得了便宜還賣乖 你是在給我炫耀嗎 我告訴你 是我讓她們 要不是王媽偷偷的通知嗎 我還不知道你打的是這個 我看你真的是 時間不多了 趕緊把你治癒拖起來 給聽說話說 你說什麼 我說把你的睡衣脫了 什麼味道 什麼 好像是藥酒的味道 受傷了 沒有 啊我可能是換了個香水 玩不慣 然而這樣 我走 手臂壓著了 哎別開燈 都這麼長時間了 你也該習慣了 臥室的燈壞了 不可能啊 剛才還好好的 真的 真壞了 你手臂还疼什么手臂 昨晚不是压到你了 昨晚不是压到你了 你说这个啊 其实也就疼了那么一下下 现在已经没事了 真的 真的 对不起啊 昨晚有点强性了 是不是吓到你了 没事了 你这是又怎么了 那个借人昨晚被压到手 你没跟我说一声 我差点在副爷面前露了马脚 他根本就是吐心的 让他也没有那个胆子 再是露出破绽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 当然是想阶级上位 别有不知道他记忆什么 傅妍眼里融下沙子 你觉得他会接受一个 欺骗过他的心情你 你说的对 傅妍是绝对不会接受一个 欺骗过他的命 哈哈哈 傅总您的咖啡放那了 秦桑 胳膊好点了吗 好多了 谢谢林总主关心 您的药真管用 哎多好的姑娘啊 你要什么 要紧 你也受伤了 少废话拿过来 哎 哎 嗯 这个药酒很常见吗 不常见 这可是我姑母 特意从外国给我寄回来的 一瓶二几天呢 那这个牌子有没有生产过 同款味道的香水 香水这么刺鼻的味道 生产成香水 是他们疯了 还是他们嫌公司破产不够快呀 也就是说没有对吧 当然没有了 哎 你别告诉我你没有受伤 问我要这瓶药水 就是为了单纯闻他刺鼻的味道 你没事吧 我只是在想一个极其荒唐 可能是事实 可能是 这瓶药水 你不sized chez 你找 百 stare 就把那个 钢尾 我是 辣椒 还有 你是 你 鼠臂壓什麼 別開燈 喂喂什麼可能試試 等我調查清楚再告訴你結果 金色你最好沒有欺騙我 哎 嗯 對不起啊是我弄疼點 剛是我情不自禁 沒事 我走了你睡覺了 你嘴唇怎麼 他咬的你月兒 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過你明天請一天假吧 不要去公司上班了 為什麼 你嘴唇上帶著那麼明顯的痕跡 難道你要招告天下 說你驚了 和男人做了什麼嗎 哼 知道了 我媽帶他出去記著戴好眼罩 是 媽 你說傅妍 是不是對那個賤人的身體 食髓之味 這算食髓之味又如何 只要在他眼裡 每晚和他同床共枕的女人是你 不就行了 可是我心裡很清楚 連要跟他睡的人不是我 我根本就騙不了我自己 你放心吧 這樣的日子啊 不會太久了 哼哼 你說有什麼打算 傅妍 我是個傻的 這樣下去啊 遲早會不會打算 所以啊 媽在很早之前就布了網 算算時間啊 也該到收火的季節了 所以啊 你呢 再忍一忍 當下之急呢 是這個嘴唇上的傷 是你自己來 還是媽媽 我來 趕緊把他送回去好的 你 你怎麼醒了 你剛去哪兒 呃我 我去隔壁上洗手間了 房間裡不是有洗手間 我不是怕 把你吵醒嗎 老公 時間不早了 睡 你自己睡吧 我還有事情 嫂嫂回來了 你怎麼不回屋去睡啊 我在這兒等你 等他睡著了 曹操 你要不換一份工作吧 找一個新的 哪有人熬夜 天天這樣凌晨搞的 你們老百姓也太黑了 爸 我是自願加班的 職場新人嘛 要多努力 才有升職加薪的機會 你說對吧 可是你這麼辛苦 爸爸心痛呀 我身體好著呢 一拳可以打死一頭牛 哈哈 哈哈 好了 回屋睡覺吧 你看你眼睛都睜不開了 哎 桑桑 你的嘴唇怎麼了 哦 呃最近上火上的啊 一定是熬也熬的 明天爸爸給你熬點涼茶 下火 嗯 那你先繼續睡覺 好不 去吧 你兩隻黑眼圈怎麼這麼重 別告訴我 昨天晚上沒回去 在公司奧了一夜 秦桑還沒來 找秦桑啊 今天還是先糟蹋了 什麼 啊他請假了 一大早給我打電話 說是 感冒了 啊 啊 那你繞得住呢 你們這個幹嘛 關心一下員工全去探望一下 也是正常哎 這正常嗎 走了 哎哎 真去啊你啊 小翠啊 我上次跟你說的是 你考慮的怎麼樣啊 什麼事呀 這麼重要的事 你怎麼能忘了呢 就是 哎小伙子 叔叔您好 我是秦桑的 秦桑同事 聽說他生病停下了 我來看我給你 哈哈 桑桑的同事來進來坐 啊不用了 那個 子豪 家裡的醬油用啊 我出去買吧 不是生命啊 上火了 老搖的 你們那個老闆呀 心太黑了 天天上的火也熬到凌晨 神父的壓榨的 簡直就是活土人 我是人 他跟您這麼說的 說我們公司每天讓他加班 加到凌晨翻來覆去的壓榨的 不用他說 我有眼睛我看到他啊 您就這麼相信他 相信他每天晚回都是因為加班 我的寶貝女兒 哎我的寶貝女兒 從這麼小 我就天天抱著他 他就是我的乖女女啊 也怪我 當初給他的性格 搞得太軟了 好吃啊 他都不敢反抗他那個黑心的老闆 讓他一直清零壓榨 您這父愛力鏡還挺厚的 哎 你什麼意思啊 沒有 哎 小伙子 我是相信你我才跟你說這麼多的 你不會偷偷去告訴他那個裏盤吧 怎麼會呢 我都切耳聽見了 還用得著告狀 我一看你啊 就是一個善良的小伙子 一聽說我家桑桑生病了 這火急火燎的跑過來看他 你是不是喜歡他呀 嗯叔叔 公司還有事我先回去了 哎小伙子 哎呦 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真是個興趣的事 你怎麼在這兒 秦桑 不 您怎麼在這兒 哎 你嘴唇上傷怎麼去 你幹嘛你還我 告訴我你嘴唇上傷怎麼來的 這不是傷我上火了 這是長的泡枕 是嗎 我怎麼看這不像泡枕 就像是吻 你怎麼看這兒 秦桑 藏得可真夠深的 副總不管我這是泡枕還是穩 跟您沒什麼關係吧 你管的可真寬 與我無關 秦桑都到什麼時候 你還跟我在這兒裝 我裝什麼了 副總有什麼話你直說 我聽不懂你的名譽直說 好 那我就直說了 秦桑 開除了 你說什麼 說你被開除了 明天去公司辦離職手 不是你憑什麼呀 憑什麼 憑我是這家公司的老闆 憑我看不慣你私生活混亂 看不慣你唯利是圖欺上瞞下 看不慣你為了點兒錢就出賣自己 你這樣的人 我怎麼放心留在公司 怎麼了 不說話 被我猜中了心虛了 在你心裡 就是這種人 你不是我 好 我知道了 我明天就去辦理職手續 秦桑 你真的要走了 怎麼這麼突然 不聽聽 我不是你們 在你心裡 我itter 這個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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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 我沒有 我不是 半句話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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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要 你不想要 當我 無緣無故一個唯利是圖 一個拿我當小丑耍的女騙子 我沒讓他吃上關子已經手下留下了 什麼什麼 緊張把你當小丑耍了 說說看你是被騙生了 還是騙棄了 看來你很嫌 那你幫我調查一件事吧 我 沒考 破公司我還不想呆了嗎 再見 再也不做 媽媽這咱也在吐味 酥酥是你是不是也有小寶寶嗎 你別亂說話快走 不是吧 醫生這是我的檢驗結果 您幫我看一下 您就是人生四周了 互相指標都挺好的 不是 你說什麼 我懷孕了 怎麼可能呢 不是 您再看看是不是哪說錯了呀 我每一次都有安全措施 不可能懷孕的呀 不算坐落車時 也不是可以百分百防護的 還是用灰小概率會防身寶寶的 就這麼頂點兒的概率 就被我碰上了 我也太倒霉了吧 醫生 這個孩子我不要 幫我安排手術吧 確定不要嗎 對 這個孩子 我絕不能要 寶寶 對不起 這條路 媽媽不能再繼續搓下去了 下一次我們再合適的時間再見面吧 沒事吧 我還沒想到 是個很短的 你這次我會是個很短的 我還是想去看 我也是 我還是想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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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嗯 不懂 我查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学感天天 接点浆 稍微麻烹成效果 为什么不感觉到 放松了 差不多了开始吧 青森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瞅瞅的打掉孩子 要不是王妈来医院去 要无意中捡到这张报告 孩子 他就被你拿掉了 我打我的孩子 关你什么事 你觉得 是你一个人 要不是我再靠上东西 你以为 你能怀上这个孩子 是你 是你在背后搞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不好吗 反正 我觉得你也不想继续下去 怀孕了 我就正好有不睡的理由了吗 正好呢 我也需要这个孩子 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 是共赢 你该感到高兴啊 高兴 这个恶毒的老太婆 可尊敬是欺人态势 简直是把人命当玩笑 没看到秦小姐动不了吗 还不上去帮忙 你过来 你又看 我 我 我又看了 出来听听 副总 老实说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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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保住柳家的妙儿 那也要看老婆女后这个笨事 你是打算对柳家出手了 我要真不做点什么 岂不是真成他们眼里的傻子 也算是他们咎由自取 跟你们富家的联谊 本来就算是他们高盘 他们女儿给你戴绿帽子也就算了 居然还搞什么礼带淘江 忘红满听 简直就是把你搭胡耍 不过 秦桑 你打算怎么处置 提他干嘛 他不是已经被开了吗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他罪过至死 毕竟他爸爸当时的情侯 他也没有别的选择 你什么意思 啊 你不知道 他爸爸心脏不好 因为付不起手术费 随时面临着生命的运气 柳家鹏女就是利用这 运手术费 他入局 后面 又能拿他付出身身 威胁他 继续 后面 就算那种事是迫不得已 那他每天白天跑到我面前装的猛狗 无知把我骗得团团转 也是迫不得已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真的是猛狗无知 别说 也没什么 就是利用了一点小手 要每天接送趟司机 除了这么 据说 他每次去你家的时候 都是带给眼罩 所以 应该还不是 你 就是那个和他印度参名的男人 你干嘛 这里环境不错 很适合养牌 接下来的几个月 你就在这里安心养牌 我会派人过来照顾你的 我说了 你的孩子我不要 你想囚禁我 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安心养牌 把孩子生下后 自然会放你 如果 你继续不知好 亲生 你也不想你爸爸知道 你为了他 干嘛 自己卖了 还把肚子也搞大了 看来我们最近心情不错 妈 阿姨已经有好几天没回家了 你说 他是不是对那个女人的身体厉害 你丈夫好几天不回家 你在做妻子的 有什么可高兴的 看你了 随时可以到外边去找新鲜的 再为了新鲜 跟你离婚 那他不回家 我有什么办法 亏得我有先见之明 孩子才是维系家庭婚姻的 最重要的神术 孩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身体根本不奢回 我有你怀 情商啊 已经怀上了 什么 你说那个贱人怀孕了 就知道他是个有心机的 好啊 原来在这等着我 看我不拔了他的皮站起来 你不舒服 烟已经开始腻了吗 他现在怀孕 不是正好瞌睡 有人送上了枕头吗 只要有了傅家的孩子 哼 你傅太太的位置就无人可以恨 你让我给秦桑养孩子 他凭什么 我现在就去把他肚子里的孽竹弄掉 你不是一直厌恶傅言和他亲密吗 他怀孕了 傅言就不用和他睡了 这不好吗 嗯 夫人下人回来了 什么快给秦桑打电话叫他过来 等等 差点忘了 我现在可是有孕才是 阿妍你回来了 其实你想见秦桑的话很简 只要你一回家 那柳世纹一员还不巴巴 你说还不错 我什么时候说想见他 我认识他 等等 阿妍 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怎么了 我怀孕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怀孕了 我有了你的孩子 我们的结晶 阿妍 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 高兴 对 我太高兴了 这真的吗 对 想起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回来 回来难道就是为了做那种事 听说我怀孕了 连一秒钟都不想多他 你啥 查问那个贱人被关到哪里了吗 夫人您真的要 您不是刚和先生说 你怀孕了吗 谁能保证孩子怀上了 就一定会万无一失呢 我丈夫的孩子 我自己会是 那个贱人 他也配 你说 他现在到底在哪 我怀孕了 我有了你的孩子 金嫂 是你怀孕了吗 是你嫂嫂 你在哪里呀嫂嫂 伯父 哎 你是上次那个 我是金嫂同事 傅妍 我记得你 傅妍 你你最近有没有见到我家桑桑呀 发生什么事了 我这桑桑不见了 你什么 吃吗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 要是你肚子里的孩子饿出个好歹 就是你这条命也赔不起 赶紧吃 真是倒霉 你叹得似我一个贱不得的 是 已经五天了 不行 我得赶紧想个爸爸离开 小姐你怎么过来了 果然在这儿 平时在我面前 装得像个女士无证的小孩 还不是偷偷还上我孩子 你就打算把孩子生下来 好上位是吧 这孩子怎么来的 还得问你妈 我妈 你这个那种是怎么还上 我已经不关心了 反正 他马上就要从这个世上消失了 你什么意思 毕竟 谁会跟一个死人记者 你吧 干什么 过来 你别过来 哎 哎 哎 小姐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小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就摔了 一定是他 小姐 刚刚他嘴里一直还摔到 肯定是他诅咒的 你敢诅咒 我弄死他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肥他快追 啊 富狗怎么是你 我跟着柳月过来的 等我 你知道叫什么 是啊 等会 你刚叫什么 我刚嘴瓢了 哎不对啊 你都把我开了 你都不是我老板了 我干嘛要对你可可欺欺的 你要去哪啊 你松开 那个疯女人一会追上来了 他把我找到我就死定了 哎快松开 疯女人 你说柳月啊 我看你还敢往哪跑 富岩 你们俩认识 去上等我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别忘了 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语 我爱你 他刚什么意思啊 你在哄小孩吗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刚用那么温柔的语气跟他说话 你为什么护着他 你是不是喜欢他那个狐狸精啊 说完了吗 什么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就不妨见一见一个老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想我了吗 怎么忘了曾经循环作乐的片头 阿妍 你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得懂 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啊 月啊 你好绝情啊 明明曾经在我怀里 对我那么的小意温柔 还说 就喜欢我说你住口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说是谁 是谁让来无名陷害我的 我承认 我是被副总威胁过来的 但是 说的话句句属实 心里也很清楚 不是吗 阿妍 我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他一定比我用心 他想要害我 那这些照片 是不是也是说别人比的 阿妍 不错了 我只是听到你师座的消息 因为你已经 我实在无处拍下了内心的痛苦 所以才一直糊涂犯了草 阿妍 我最爱的是你 你原谅我一次好吗 你个子劲 礼带淘江 你让秦桑代替 欺骗我戏弄我拿我当猴耍 夜深又爱我吗 这都是我妈比的 这一切都是她逼我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让个别的女人 知道吗 我每次听到你在屋里发出的东西 你知道我的内心有多后悔多痛苦吗 如果后悔的话 就不会拿假回忍来继续欺骗我 我都是被逼的呀 对 你是被逼 你最无不 柳月 你听听 你相信你自己说的话 我 这么好离婚吗 我赢 是不是喜欢那个贱女人了 说我对你不忠诚 那你呢 你还不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你终于和金神一起出轨 你不要够看我 我会出轨 不都是因为你把她送出了吗 我得不到你 他也休想得到 刚跟我讲覆态的这种 你心丧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说什么呢 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先走了 当然是回家了 我都五天没回家了 我爸得急死 算了 我要送你回家 不要 你不许再说那个字 那就老是上场 你先进去 我在这等你 一会儿我还跟你说 爸 爸 桑桑 爸 想死我了 爸 桑桑 这几天去哪里了 爸爸怎么都找不到你 我都报警了 警察也找不到你啊 爸 别说了 这几天我被一个可恶的老太婆 关起来了 她那个疯女儿还想杀我 那么长一根电棍呢 要不是你女儿我机智 早就被她弄死了 没有方法 走咱们抱紧去 爸 咱别去 她们有权有势还疯得很 咱们惹不起 到时候再报复 咱们可吃不消 哎 爸 不是想去乡下工发家 斟香蕉吗 要不咱们去乡下玩几天 哎呦 莎莎 怎么那么怂啊 爸 这不叫怂哦 我这叫狗 狗不丢人 爸爸丢了性命才丢人 对对对 副总 对柳师的收购还要继续吗 继续 我要一个月内 让柳家博车 所以 是负严救了你 你算是吧 如果不是他及时出现 我可能就被那个疯女人又抓回去了 哎嫂嫂 我觉得负严那个小伙子蛮不错的 人长得又帅 腿还那么长 心肠也蛮好的嗯 哎嫂嫂 考虑一下他呀 我不要他都结婚了 再说 就算他没结婚也看不上他 喜怒无常的资本家 我又不是受命狂 才不要自找罪数 结婚了 嗯全公司都知道 哎 真是太可惜了 他怎么结婚了呢 没啥可惜的吧 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更优质的女婿回来 一八五以上 八块夫妻怎么样 咱们都要回乡下摘香蕉了 什么优质女婿了 persone 人呢 就这么走了 就算他没结婚 别看了 我还没嫌弃他呢 凭什么嫌弃我啊 谁要那么优 哎呦 你怎么来了 我爸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让我之恩图报 我这不就来报答你吗 哎 你不知道送果儿是汤病人吗 啊 还有这种说法 哎呦有的吃就不错了 别这么讲究嘛 又不是只有病人才能吃水果 哈 行了恩我也报了我就先走了 哎 哎 就这么走啊 那你还想干嘛 对了 你和那天的风雨人什么关系啊 木珍也干嘛 那样子就算了 哎 我呢 你干嘛 你不是想知道吗 刚我这么吻你 你不觉得熟悉啊 你你是 现在想明白啊 我接个电话等一下 他什么意思 他什么意思 他是说 他就是晚上的男人 露言就是晚上的男人 他跟我开玩笑呢吧 可是 刚才的感觉真的好熟悉 他让我在这等着干嘛 他让我在这等着干嘛 不会是要找我算账吧 没什么好说的 她竟然欺骗我 就要做好承担候裤的招牌 不止她一个人 她全家也是 果然是要找我算账的 可恶 一人做事一人的 憑什麼連我全家都算账 心不意耍完就翻臉的狗男人 誰操呢 他剛往跑了 跑的比兔子還快 就跟火燒屁股似的 難道是家裡有什麼節省 小子 小子 咱們真的要走啊 小車一個高跟要當舞伴哦 我的親爹哦 再不走命都沒了 還舞伴呢 爸 我聽父母說呀 他們村那些跳廣場舞的老太太 個個長得盤亮調順可好看了 我跟你講了 跳起舞來 那就一個額不多次 真的 那可不咋的我騙你幹啥 咱趕緊走 小子 你找老秦他們嗎 姐 我找秦桑 他們是出門的嗎 不是出門 是走嗎 下午那會兒他們附你倆大包小貓 坐著拖拉機走的 嗯 我出來這段時間公司已經順利了 一切順利 就是 叫什麼 旅月隔三差五就到公司發瘋 那就要找你 再有下次 先把他丟出去 跟本來說 不要讓他靠近東西 行啊 我知道了 有秦桑的叫醒嗎 還沒有 都過去一年了 連個人都找不到 老闆 咱們國家很大的 何況 他是故意躲著你啊 那就更難找了 他不是躲我 是躲柳家母女 也是我的疏忽 我應該早點告訴他 柳家母女再無法威脅到她的 難道人家只是躲著柳家母女嗎 你怎麼說 沒什麼 我是想說 老財太今天又去打舞台 給你選老婆去了 嘿嘿 算了 變得胡鬧了 別現場聽一下 你真好就先進去帶回家人 啊 謝謝 謝謝 爸 明明在裡面睡著了 我就去面試了 再給他問他 好 好快去吧 別知道了 明天就是這麼大 齊桑 真是他和體積物一處 得來全部費工 不過 您就是齊桑吧 哦我是 您是來面試的吧 快來不及了跟我走 你好 你好 哎這個好 漂亮 閨女叫什麼名字啊 現在的面試官這麼熱情的嗎 我叫秦桑 秦桑的女之好名字啊 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了 哦這有點小 不過沒事兒 這男人嘛 大幾歲更疼人 啊 桑桑啊 我孫子 雖然比你大了四五歲 但是他人 滿帥的 還高 關鍵是這掙錢的能力啊 嘎嘎的 啊哈哈 奶奶 咱們倆之間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這 不是面試現場嗎 是面試現場啊 我在這兒面試我未來的孫媳婦呢 啊 啊 啊 奶奶 我是來找工作的 我可能走錯了 我先走了啊 哎哎哎等等 桑桑啊 奶奶真的好喜歡你 不如考慮考慮我孫子唄 奶奶 我暫時不打算找對象 而且 我還有個女兒呢 結過婚 嗯 正好 我孫子啊 離過婚 有個女兒就更好了 我這不白撿了一個 軟軟弱弱的曾孫女嗎 哦奶奶 我還是去找工作了 我走了啊拜拜 乖 哎哎哎哎哎 啊 哎哎哎哎 敷嚴 你幫我聽得懂嗎 怎麼會 我是想說 你們怎麼在這兒 你說呢 這後哪兒集到呀 這年跑哪兒厲害 就 回鄉下摘香蕉了 回鄉下摘香蕉 你属猴的 說怎麼把整座城市都翻遍都沒找到 人家躲鄉下去了 翻遍整座城市就為了找我算賬 這傢伙也太小心眼了吧 副總 我知道錯了 我不該為了錢欺騙你 但是我也得到懲罰了 我當了一整年的無業遊民呢 您看在我這麼慘的分上 大人有大量 別跟我計較了 好不好 你選我找你 就為了誰呢 翻球場 那不然是為了許舊啊 副總 我騙了你是我的不對 但你說當時那種情況 黑燈瞎火的 那我也不知道那就是您呀 再說了 是誰算誰的便宜是說不定呢 每次我腰都得疼 我沒打算給你計較這 請別在那瞎嘴 真的 啊 不過 不過什麼 我們大孩子呢 什麼孩子呀 副總 我怎麼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別裝了 柳家母女已經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一年前他們把你關起來 就是因為你懷孕 好吧我承認 我是懷孕 但是我把孩子打掉了 你說真的 當然是真的 你怎麼能 我怎麼不能 我還要去面試我不跟你說了 哎 你 孩子沒了就沒了 但是你得再陪我一個 我不著急 再去面試 我帶你去建這家公司的一群 你等等 什麼叫孩子沒了就沒了 我還陪你一個 這什麼歪理 平 你奪走我第一次 你要對我負責 說到我當時還不是第一次 那正好 我們倆相伙 你這是什麼歪理 不行 我不同意 為什麼不同意啊 因為 我 你 對一婚男不敢進去 我離婚了 那我對二婚男不敢進去 行了吧 我不跟你說了 我要去見HR了 不許跟著我 跟著他 讓他發想 跟著他 好 早上回來了 電視處理嗎 感覺還不錯 等最後的通知呗 娘娘 媽媽回來了 想不想媽媽 等媽媽去換個衣服 再洗個手 再來抱你好不好 服務員 你怎麼來了 我問你好 好 這小伙子怎麼不打招呼就進去 一年不敬 就沒禮貌 你們幹嘛 孩子不是打 對 是打掉了 這是我們家新企的孩子 別搞錯了 爸 你說對吧 是 這是 松松 姑姑家的孩子 你聽見了吧 你覺得我信嗎 做親子檢定 不行 親子檢定 郭郭 你還不知道 其實我們請在 你閉嘴 孩子是我姑姑家的 他這幾天沒空 才放在我這兒 男孩女孩女孩 啊 都說女兒像爸爸 我都說怎麼看著那麼熟悉 放屁 妞妞明明更像我 你承認是你的孩子 傅妍 你到底想幹嘛 我警告你啊 妞妞是我辛辛苦苦生下來的 我生她的時候還難場 你要是敢跟我搶 我就是拼了這條命 也不會讓你如願的 你要怎麼碰我 就算你有權有勢 就算你長的帥 頭還長 那又怎麼樣 鳴槍一躲 暗箭難防 狗急了還跳槍 我要是跳起來 也是能打到你心肝 你幹嘛 你難產的時候 一定很痛 對不起 我那時沒有守在你身邊 你不要以為你走懷柔政策 我就會心軟啊 詭計多端的臭男 我知道你心裡打的什麼主意 那我心裡打的什麼主意啊 當然是要跟我搶妞妞 我用了所有 你別想做到幸福 放開我 你借人去死 你們偷偷偷快去死 把大家都進來去 是 芙妍 芙妍你怎麼樣 救火車馬上就到了 你一定要撐住啊 不管不行了 你不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芙妍 金嫂 我好遺憾 見到女兒 我還能夠好好抱抱的 好好親親 還有好多話沒跟你說 要跟你告白 我再說了 芙妍 我知道你可能覺得 我是因為女兒 再次結醒的 但不是 這切都在我喜歡你的前提下 你相信我嗎 芙妍 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 芙妍 給我一次機會 讓我好好守護你好好愛你們 這次 我願意 我願意 真的嗎 真的 像這輩子 我願意 哈哈 芙妍 你騙我 雖然還不是意思 但這刀上的傷口 還是這些事是存在的呀 你這麼一摔 傷口好像更嚴重 我才能起了 君子一諾 你答應了我 可不能再把鬼了 我是女子 又不是什麼君子 那你對我就沒有一點點輕鬆了 虧你還是個霸總了 怎麼這麼戀愛呢 這個時候還在想這種事情 沒辦法 誰讓你平時心靡鐵還硬 我只能借這次機會賣賣慘 換取你的聯繫了 詭計多端 那你願意給我這個詭計多端的男人 一次追求你的機會嗎 那要看你的表現咯 明星提醒 我這個人可是很難追的 好巧 我這個人就喜歡跳 妞妞 我是曾奶奶 小寶貝你好可愛呀 你怎麼這麼可愛呢 你是在世界上 最最可愛的寶寶了 臭小子 閨女都有了 也不知道跟我說一聲 你知道這一年 我辦了多少場 酸媳婦的海選會嗎 我都說了不讓您弄 我還自己笑得那麼多 你 算 看在桑桑和妞妞的份上 懶得和你計較 難怪上次見到桑桑 那麼親切 沒想到 沒想到她是妞妞妞的媽媽 這就是緣分啦 哎呦呦 她還會笑呢 我的心肝 我的寶貝 你也不像肉麻 要你管臭小子 老婆子我 曾孫你有了 人生已經圓滿了 不像 追個媳婦追那麼久 還沒追上 培餐這麼多的歌 寶寶 曾奶奶帶著你去轉幾圈 奶奶出去了 你怎麼會這樣 你見到老太太 怎麼跟老手見到貓似的 老太也沒那麼嚇人吧 是不可怕 就是每次太熱情了 招架不住 趁你奶奶還沒回來 我得趕緊走了 你幹嘛 奶奶剛剛說我沒用 說我追不上你 那你是打算放棄了 我打算下點懵吐 親小姐 這張黑卡 您可以隨便刷 沒有鵝頭線 是副總親自為您辦的 親小姐 這些是勞斯萊斯 寶石捷 賓利 法拉利的車鑰匙 請您收好 親小姐 這些房間有南韵豪庭的別墅 有三環內的大平層 還有雍城的度假村等 已經全部辦理好過戶 現在都是您的資產了 請小姐請收好 等等 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看別人追女孩子 都是買花買煙花什麼的 一點都花不實 我就想著送一點有用的東西 喜歡嗎 這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不喜歡 那我想想還有什麼可以送的 哦對了 公司股份還有 你別再說了 我只是一切凡人 小心臟是扛不住金錢的腐朽的 做我的女人 不用考慮金錢的腐朽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享受什麼就享受什麼 所以 我 看 飛機 就可以 不再醒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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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